大家好,我是三三 今天的视频给大家介绍三种冬天的花 特别是住在南方的朋友 如果您现在种下去 它可以一直开到明年的五六月份 如果您的种植区域是处于七到十一之间 那么这些花冬天是可以种的 再冷一些的地方的话 那么种植的时间 还有养护的方式 就会有不同 我等一下会详细介绍 现在您看到的这种花叫Snapdragon 中文名字叫金鱼草 也是一种喜欢凉爽气候的花卉 如果您所在的种植区域是在七到十一之间 那么这个金鱼草在冬天是可以种的 可以开花一直开到明年的春末夏初 这是我买回来的一些角锦和金鱼草 角锦呢看上去跟三色锦其实是很像的 只不过是花小一点 生长细性差不多 那我从这边走过去 左边的呢都是角锦 右边的就是三色锦 它的耐寒性比三色锦更胜一筹 而且它的花色也要相对多一些 颜色比较丰富 角锦都是慢慢的从三色锦砸交出来的 我今年呢就选一个紫色系的种在这一个紫色的 Texas Sage下面 种植角锦或者是三色锦 那要把它种在阳光充足的地方 如果您的种植区域是在七到十日之间 那么在秋天的时候种下去冬天看花 而且春天还有夏初的时候也有花看 那如果您的种植区域是在四到六之间 冬天勉强可以种 但是在冬天冷的时候 这个角锦或者是三色锦它就会休眠 它们的根可以最低耐到零下十五摄氏度的低温 所以冬不死但是呢会休眠 在地上部分它可以耐零下五度的低温 所以它是一种可以开在雪里的花 如果是在种植区域四或者是更冷的地方 那么种它的季节就是应该在春天 土地解冻了以后再种 看花的时间呢也就是在夏天 如果是在秋天种植三色锦 那么种好了以后呢就给它施一些零甲肥 让它有比较强的抵抗力 来度过冬天 三色锦和角锦说完了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Snapdragon金鱼草 它是一种一年生的草本花卉 喜欢凉爽的气候 它的耐低温呢没有像三色锦那么好 它最多可以耐到一个霜冻的温度 也就是零度左右 如果气温低到零下五摄氏度 零下四五摄氏度 那么它地上的部分就会被冻死 如果这个霜冻只是短时间的 那么它的根会没有事 它在气温回暖的时候 又会重新发出来 鲸鱼草的品种不同 有的是矮珠型的 有的是高珠型的 那么矮珠型的呢 它可以长到三十厘米高 三十厘米宽这样子 高珠型的话就可以长到五六十厘米高 所以种的时候呢 大家给它预留好位置 冬天如果降温的时候 给它可以保温一下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 我希望我的视频对大家有所帮助 谢谢收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